《創業有出投資》 大家好,我是Carol 歡迎收看《創業有出投資》 尋找青年創業家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Gary 很多年青人都夢想成為創業家 憑著他們努力和奮鬥 在創業路上大展拳腳 而今次的節目 我們會找些真實個案 和大家分享他們成功的故事 還有寶貴的創業經驗 今集我們的嘉賓 就是開辦教育中心的Viola Viola,你好 Hello,Carol Hello,Gary Viola,你在經營教育中心之前 有沒有從事過其他工作? 我比較神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受到大外本工讀 所以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例如馬會我做過 補習是做得最長時間的 補習我差不多做了8年 如果計算,今年已經有9年10年了 補習是幫人獨立的補習 還是補習社員做? 最初你讀書的時候 怎樣賺錢呢? 最開心的就是 你坐下去有幾百元售 多開心 還要有人付錢 你可以出手 可以趕小孩 多開心 因為你和別人做私人補習 一直做到 要決定立志開間補習社 做老闆娘 兩題 我最初做的時候 因為那些小孩有五合格 到他拿A 即是全級第一 我連續有十幾個學生都是這樣 自從因為這樣 時間很有限 由最初一對一 現在就變成一對幾 一對五六 想想想 從早上跑到晚五點 所以就真的想 不如去開一間補習社 可能從以往 你跑去不同的學生的家 幫他補習 到決定 不如我自己開間補習 由他們來我中心裏 一對幾 當然了 開心很多 坦白說 你不用到處走 差很遠的感覺 你覺得之前補習的經驗 是否對你在開辦中心時 有很大的幫助 絕對有 坦白說 有時你不碰學生 你真的不知道他會怎樣 我最有一次最經典的 是我教教書 我突然有個學生的家長 衝進來爆門 嘩 搞不定 欠三分 我說做什麼欠三分 他說欠三分 他已經拿滿分了 即是97不夠 是的 教了他三個星期 數學 你想想在五十多分 拉到他上97分 嘩 那他媽媽 開心得不得了 我就被他嚇倒 即是他不是衝進來投訴你 是的 突然欠三分 才是100分 是的 突然告訴你 由五十多到九十多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是的 沒錯 所以都挺開心 我除了做補習之外 我當時想 做補習社 你也要有錢才可以做的 所以我也有去做廣告公司 儲了錢 儲了一輪錢才去做 但其實不太儲了 所以算吧 都是這樣 為什麼當時你沒有選擇去廣告發展 而放棄了原本的工作去開埔集社 坦白說 我以前持有的帳戶 全部都不小 做的客戶 廣告的客戶 都是大客戶 你日常生活碰得到 起碼有幾成都是我的客戶 以前 我做創作者 但問題是 無論你賺多少錢都好 但你那個成功感是很少的 我試過有一次去提出一個項目 可能講三個小時頭一份提出 我可以幫人提出六十多萬 公司他不想我離開 但問題是 我沒有那個成功感在這裏 是的 就是這樣 會不會壓力大一點呢 我當時經常病到 經常到醫院見到 我經常都說 表達又不回來 他受不了 你不要再讓他去做 不如說一下 現在你的教育中心 有哪幾類型的服務 正在提供 現在最主要 我是做一些數學部A班 數學部A班 主要是做些什麼 我們會保證他拿A 保證 這個字很重 通常我們會看學生是什麼類型 例如他本身是視覺型 他本身是聽覺型 或者是感覺型 或者是治癒型 因為我們其實用了NLP那套 你本身也是有讀NLP的 是的 我是PARTITIONAL 接下來都會繼續讀上去 因為其實那套東西 幫學生是真的很幫得到 尤其是他本身有一些 例如治癒型的人很有趣 他永遠都有自己一個概念 他永遠都告訴你 其實我明白 嘔出來完全是抱 但如果你有這麼多類型 不同類型的學生 走完一班去教 當中就好像管理上很困難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做測試 例如看看你什麼水位 你才會去那一班 否則一會就抱 即是你一早就幫他們做了一些評估 將他們同類的放在一起 是的 教育上可能會比較好 是的 會開心很多 為什麼呢 例如同類的人坐在一起 他們會有一個momentum 一定有的 但相反來說 如果你一擺下去 水火不容 其實對學生來說 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知道你在2010年開設 你的教育中心 為什麼當時會選擇彎仔開店 這一下真的很神奇 很多人都問為什麼 你又要補A 為什麼你不在九龍塘那些地方開 你不在沙田那些地方開 那為什麼你在彎仔呢 其實選彎仔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我比較自私一點 因為我每天都要上班 所以我想接近我的家 你是老闆 你有決定的 我真的這樣想 因為平時真的做到工作 我坦白說 我現在是由星期一到日都還在做工作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其實因為我本身以前教育的學生 都有一定的數目在港島區 坦白說 如果你叫我走過九龍區 你就算是跟得多厲害 做得一段時間 坦白說你都很痛苦 學生又痛苦 家族又痛苦 我不如走一下學生 不如港島區 灣仔地鐵有方便 因為其實我地鐵站 來我的辦公室一兩分鐘 很近 我以為你選擇灣仔 因為港島區 多些名校 有學生 補習的需要更大 這是市場的需要 這也是 但一定有個人的因素 這不重要 始終你是老闆 你決定在哪裏開業務 你當然是經過心思熟慮 在哪裏最好的地方 你自己選擇 不過我這樣說 你從想到去 投身出來創辦這個教育中心 到你真的去樂成 去開檔 當中的過程 有否遇到很大的困難 有一定有 有幾樣東西 補習斜最抵死的地方 就是 你老師一定很重要 選擇腳是很難的 為甚麼呢 就是用你的拍檔 是的 原因是 第一 你又要模仿得到 學生很開心 但你要有同一個理念 的導師 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很坦白說 你教書很厲害 他成績未必很厲害 他成績很厲害 教書未必很厲害 大家如果在名校出身 一定會知道 是嗎 當初你怎樣選擇 這批老師和你合作呢 我都會用一些NLP的技巧 亦都會見過面 亦都會試一試 亦都給予一些很難的 很糟糕的情況 給他 例如 我遇過很多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我現在現時也很多 你說讀寫困難的那些 我都很多 但問題是 你要有個心去教那些 因為那些真的打石仔打回來 你不可以說 我教完你一兩個星期 你就曉飛了 沒有這件事 真的沒有 其實當初你去決定離開廣告界 要開辦這個教育中心的時候 家人怎樣看 有沒有反對 我媽媽潑冷水潑到 好像冰水 很慘 最經典的時候 我做到好事回家 坦白說 我除了做自己補習之外 我還有其他工作在身 廣告我不要完全脫掉 我做到晚上 有時最惡劣兩三點才回家 他很經典 坐在廳裡 女兒 你這樣會死的 他真的這樣拍我好笑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不要這樣做 反過來我爸爸是支持鼓勵的 OK 那他夫妻又沒有這樣吵架 由早到晚 這個是真的 但這是他們的樂趣 現在怎樣 現在還是這樣 還是已經見到有成功 現在就好很多 始終見到你 真的做到成績出來 學生真的考得好 因為我貼了學生的成績出來 那些沒得騙人 那些 他們每個人拿A的時候 媽媽就說 你是可以的 很開心 自己的女兒拿A 他很驚訝 他經常跟你師奶說 要補習找我 他真的這樣 OK 他介入你的朋友 他有的 他介不介意說 你當初決定開這個教育中心的時候 存多少錢 和投資了多少 很感恩 有一件事 先要多謝YB YB YB 沒有YB 你自己決意去 坦白 你創業初期 始終我空港去彎 就是這麼早 就算我存在的客戶 他要去中心 一定有一定難度 因為本身可能一對幾 變少了一些 所以 難的 你始終都要守一段時間 是 但我直接問你 你把資金放進去 好 好 我給你 大約六位數字 也要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 要 即是想要 嫁妝也拿出來 不用嫁妝 真的不用嫁妝 不過你們中心 現在開業了那麼久 其實生意怎樣 會不會有很多客源 都有 一定有的 有學生畢業 也有學生來 因為補A 這些學生都很快 還有 我真的可以讓他做得到 我遊戲時候 又可以學到東西 又拿到A 媽媽很開心 Lincer很開心 你們上課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特別 會只供他做功課 還是其實都有其他方式 讓他陪人分 我有些特別方式 我們有四套 我們拿著專利的教學方法 究竟是什麼專利方法 下一節回來 我們跟Viola再分享 好